难民是欧洲各国避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域 但根据德国世界报的报道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计划立法 以威胁拒发签证的方式来鼓励非欧盟国合作 让申请没过关的寻求庇护者遣返回国 根据路透社指出 自2015年以来 来自叙利亚北非或中东的大规模难民 为了逃离战争及贫穷 前仆后继涌入欧洲 人数超过百万人 引发欧洲社会的纷乱冲突 各国政府都面临庞大压力 遣返更多未能赢得欧洲庇护保护的难民 不过要让过境国家与难民原本的国家合作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这些国家通常面临庞大的经济压力 在安全上也有疑虑 深怕恐怖分子混入其中 海外情绪持续高涨 世界报指出 这项拟议中的法案将于明天公布 在第一阶段三个月内 不配合的国家 欧盟将减少合发签证给其精英族群 例如外交人员与公务护照持照人 如果这招没有奏效 将更进一步把合发给普通公民的签证数量减少 方法包括减少领事馆的服务窗口 欧盟使出强硬手段 要各国正视并解决难民问题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